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先email发给我们约时间 我们一般需要收费 那么免费的评估 通过email联系我们需要发什么信息呢 举例来说 如果是学者 学术类的申请人 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 那么希望你发给我们你的简历 用中文的也可以 或者说我的简历 这个格式啊 还不是那么正式啊 不是那么完备 有的信息没有在里面 那也可以 因为我们目标呢 就是来到一个交流嘛 一个初步评估的目的 还有什么呢 可以包括你的专业成果 证据 论文 引用 审稿 媒体报道等等 总体来说吧 对于学术类的呢 可以考虑呢 类比成你在美国寻找教职或者专业工作 或者在中国评职称需要的这类的文件 然后呢 可以用来评估你申请绿卡的资质 机会 申请哪一种类比较好 那么其他类别的申请人呢 比如说商业类啊 艺术类啊 体育类啊 管理啊等等 像这些 可以发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说媒体报道 获奖 担任重要职位 担任评委 是著名的组织成员 有艺术成就 商业成就等等 这个呢 肯定是因人而异 我们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呢 如果你这个成就在中国能够成为政协委员 那么呢 就可能在美国也符合这个绿卡申请的标准 不管是接触人才 还是国家利益豁免 那说政协委员这个要求好高啊 除了全国政协 还有省政协 市政协 如果说有一定的专长 成就 背景 大概就类似凭地方政协委员的标准 用的材料呢 也是类似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材料呢 因为我们申请交上去用的是书面的材料 客观证据 口说无形 材料呢 这个代表了你成就 交上去的是纸质的文件 当然了 材料除了中文原始的材料呢 还有要需要翻译成英文 但是在评估阶段呢 可以不需要 有的如果你的材料是中文的 也一样可以提出建议 哪些材料需要英文 哪些不用 如果是反复的经常遇到的这个常见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专门有视频统一来解答 帮助申请人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 更好的得到解答 另外呢 还有一些问题吧 我们在这里想说到 就是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申请绿卡要多少钱 什么时候能拿到 我有多大的机会 这个呢 不能简单凭空的这个法文 那你需要提供你的具体信息 对吧 我们举个类比 就像和医生说问 我有关节炎 那要花多少钱治啊 多长时间能治好 治好了 会复发吗 我有多大的几率能够治好 那这些信息 当然你医生呢 也会让你提供具体的病例的信息 类似一样的 那么你需要讲到你的背景情况 提供你的成就 你的具体信息 然后呢 我们分析了你的个人的情况以后呢 可以报价 提供建议 提供关于你的申请 通过的几率的估计 然后呢 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材料 供你参考 关于这个要多长时间拿到绿卡呢 这个当然要看你申请哪一种 是吧 目前的身份 这个呢 我们另外也有别的视频 讲到绿卡申请的步骤 时间线等等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怎样获得免费绿卡申请咨询 就讲到这里 谢谢